字幕光奇迹 木光奇迹是吸引游客 去了解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透過變色的明信片 最主要還是以陽光變色為主 我們主要的明信片 我們有結合了我們原住民的畫家去做合作 那藉由原住民畫家祖母與孫女的對話 表達的就是台灣族的傳承 那我們藉由原住民他小朋友他所呈現出來的色彩圖騰 讓更多人知道原來泰雅族的文面文化的故事的由來是什麼 其實這邊是一個台灣的圖騰 那這個海洋的部分我們其實是用原住民各族的一些圖騰去做填充的 那其實這個目的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台灣是南島民族的發源地 這件事情我們想要把它給呈現出來 我覺得手寫是最有溫度的 那你透過這個溫度也是最容易地去宣傳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找到更多的原住民特色讓更多的族群可以了解 像我們目前明信片販售的地點都是以我們台灣的民宿業者或是飯店 在做實體的通路合作 那相對的我們也在去年帶到了馬來西亞沙巴 也在沙巴有了幾個通路一起去做明信片的販售 目前我們在馬來西亞沙巴已經有兩三個販售的一個據點 那我們也希望在不只在馬來西亞的東馬 我們也希望在西馬 那甚至到其他的世界各國 我們也希望有我們的明信片都能夠傳遞到那裡 因為藉由明信片我們把我們原住民的資訊 讓更多世界的朋友知道我們台灣的原住民文化 那其實很多世界各國遊客都還沒有去過台灣以前 都不知道台灣原住民文化 所以在做文化的介紹的這一塊 他們就有認知度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們在做推廣的時候就有一定的困難度 那也當然因為我們在馬來西亞不是在台灣 所以我們在展電跟擴電的情況上也遇到了相對比在台灣的問題還要來得多 創業的過程中往往失敗比成功還來得多 幾次都想讓我們放棄 那為什麼到現在我們一直堅持不放棄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身上背負著原住民文化傳承的使命 就像我們當初的初衷 我們要藉由明信片讓更多人知道我們原住民文化 原住民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禁忌 那所以我們知道這樣的一個使命的傳承 不斷的提醒我們一直要繼續的走下去 這就是我們創業的原動力 我們必須要來看 我們到處理 我們來看 我們到處理 我們在一起 我們到處理 我們到處理